面对艾辛格·斯坦顿的提议,克莱恩并没有太大的反应,他忘了沿紧闭的起居室房门道。 据我所知,恶魔能在我们行动前就预知到危险,甚至能确定危险的来源,从而做出有效的应对。 我们很难找到并拖住它。 艾辛格轻轻汗手道。 是,确实是这样,但这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。 什么办法? 卡斯兰娜当即问道,艾辛格微笑道,我和他正面战斗过,也见识了他这种预知危险的非凡能力,所以初步弄清楚了他的优点和缺陷。 恶魔确实能提前察觉到危险,甚至能提前很长一段时间,只要我们做出针对他的谋划并付诸实际行动,那他就会有相应的预感,当然,那必须确实危害到他。 不,真实情况是,不同种类的恶魔在这方面的能力强弱是不同的,有的也许只能提前十几二十分钟察觉。 克莱恩在心里默默反驳了一句,但并没有说出口。 艾辛格继续说道,这种预知能力的缺陷在于,他只能察觉到危险来源于谁,来源于哪里,无从知道具体的细节,这就给了我们可以利用的机会。 什么机会?我不认为我们能让一个可以预知危险的恶魔落入我们的陷阱。 卡斯兰娜不太相信地问道,克莱恩也在旁边点头附和。 当然,我能利用灰雾来欺瞒那个欲望使徒,让他无法提前太久察觉危险,但问题在于,我怎么可能在别人面前暴露灰雾的秘密,克莱恩无声补了几句。 艾辛格呵呵一笑,正常来说确实不行,但非凡事件总是充满各种不可思议。 我是阅读者途径的序列七分手智者,也可以叫做侦探,我坦白地告诉你们,是展现合作的诚意。 在这种情况这种环境下,我认为坦诚比其他要素更加重要。 只有序列七,一个序列七竟然能从欲望使徒手中逃脱。 看来斯坦顿先生有强力的神奇物品啊,克莱恩有所恍然地调整了一下坐姿。 守之者可以克制恶魔预知危险的能力。 卡斯兰娜身体前倾地问道,不。 艾辛格笑笑道,但我有一枚戒指,它来源于一位阅读者途径的失控序列六, 它能让我辨识、看清、记住和模拟见过的所有非凡能力。 当然,面对的非凡能力越强,失败的概率越高。 哈哈,在我们教会有一句格言,全知意味着全能。 这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,尤其那件物品的描述,克莱恩正要展开回忆, 以看见艾辛格斯坦顿拿出了一枚光彩亮丽的戒指。 那枚戒指镶嵌着诸多细碎的钻石,它们共同簇拥着一个碧绿如同人眼的美丽宝石。 仅是看到这枚戒指,克莱恩就一阵眩晕,似乎脑力消耗过度。 这,这不是封印物2081吗? 艾辛格斯坦顿是智慧之眼老先生,克莱恩恶然上一目光,妄想坐在安乐椅上的大侦探。 那枚戒指正是智慧之眼向他炫耀过,并在非凡者聚会里使用了好几次的封印物2081。 智慧之眼,这代号听起来就和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有关, 克莱恩利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表情,不动声色地打量起艾辛格斯坦顿。 最终,他发现这位大侦探某些轮廓确实和智慧之眼老先生吻合, 但在许多细节上又有很大不同。 伪装能力很强啊,有借助2081的能力。 克莱恩大致有了判断,这时他悠然想到了一个场景。 如果斯坦顿先生说大家合作对抗欲望使徒,最重要的是坦诚, 我已经描述了我的序列和神奇物品,轮到你们了,那我该怎么说? 默默拿出从他手里买来的太阳凶针,到时候他是不是会来一句好啊,原来是你小子啊。 克莱恩浮想连篇之际,卡斯兰娜看着艾辛格斯坦顿展示的戒指, 有些羡慕又有些疑惑地问道, 你想模拟什么能力对抗那个欲望使徒对危险的预知? 艾辛格勾了嘴角,轻笑了一声,恶魔对危险的预知能力。 这一刻,他就像一只毛发斑白的狐狸。 啊,这也行,克莱恩一时没想明白怎么操作。 看见他和卡斯兰娜疑惑的样子,艾辛格笑着解释道, 第一步,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, 谋划一个能切实危害到欲望使徒的方案并付诸行动。 第二步,欲望使徒察觉到危险, 并知道了危险来源于我们,来源于这里。 第三步,作为一个恶魔, 在不提前准备的情况下, 有些本能是他无法改变的, 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扼杀危险或报复我们, 并会有一定的身体变化, 之后他才会考虑当前情况是否不适合反击, 是否该选择远离。 第四步,模拟出恶魔预知能力的我, 察觉到欲望使徒的威胁, 把握到危险来源于哪里, 也就是他当前所在的位置。 这,神操作呀, 克莱恩差点惊到。 不过后续呢? 欲望使徒一发现问题, 立刻就会逃跑啊, 我们根本来不及追赶, 他宣机冒出了新的疑惑。 爱心格分别看了两人一眼, 微笑道, 根据我的推断, 他现在肯定藏在周围, 再能远程操作别人的情绪, 也是有距离限制的, 而他刚才有引导司徒亚特等人情绪失控。 我逃脱追踪后, 之所以等到现在才过来, 是因为在和职业者, 机械之心和军方商量方案, 他们各自派出了两到三个小队, 负责着周围一定的区域, 这些区域分别有自己的代号, 赫赫, 这都是欲望使徒, 提前就能预料到的处理, 即使察觉危险, 他也会认为正常。 我一确定他的位置, 立刻就会通知官方非凡者, 他们将迅速封锁相应的区域, 层层包围上去。 但问题在于, 我们怎么通知官方非凡者? 如果不能在几秒钟内完成这件事情, 欲望使徒就逃走了, 当然, 刚才行动没成功后, 他可能已经远离。 克莱恩思索着说道, 如果是这样,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, 没有任何方案是绝对完美的, 只能等待某件封印物的启用准备完成, 到时候, 欲望使徒也许已经远离贝克兰德, 但随时可能重返。 爱心格解释了两句, 他旋即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金色物品, 它的外形神似缩小的电报机, 可又有着一个喇叭。 这是件封印物, 能让我的声音同时在五公里范围内响起。 爱心格微笑介绍道, 它的负面影响是, 一惊启用, 周围五公里内的声音会全部传入使用者的耳朵, 持续很久, 当然, 我能模拟一种非凡能力来减弱这种影响。 卡斯兰娜认真听完, 微皱眉头, 既然有官方非凡者, 你似乎没必要找我们合作。 爱心格小心而慎重地带上了封印物2081, 诚恳说道, 为了不提前惊动欲望使徒, 距离我们最近的这片区域力量空白, 如果目标真在这里, 就需要我们三个人彼此帮助, 尽量拖延住他。 我没有问题。 克莱恩略一思索, 就答应了下来。 卡斯兰娜也点头道, 斯坦顿先生, 这其实不需要你解释这么多, 我们为了自己也会合作的。 哈哈, 解释就是谋划的一部分, 而达成协议意味着行动即将开始, 爱心格半闭起了眼睛。 他戴在右手的那枚戒指上, 碧绿的宝石则闪烁出了幽蓝近黑的光芒。 忽然, 爱心格斯坦顿站了起来, 表情凝重地指着上方, 他就在这里, 就在楼上。 克莱恩和卡斯兰娜同时起身, 一个准备打出响指, 点燃二楼的火柴, 直接跳跃上去, 一个则跟随爱心格, 奔向门口。 他们都没想到欲望使徒这么大胆, 之前行动失败后竟然还留在附近, 留在明斯克街15号。 也许我们讨论对付他的方案时, 他正在楼上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。 克莱恩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, 就在这时, 他看见卡斯兰娜眼睛突然通红, 右手成拳, 他的打向了爱心格斯坦顿的背心。 这, 克莱恩瞳孔收缩, 一下明白了很多事情。 欲望使徒之所以没逃走, 是因为他还有不治, 他还在某个人心里, 买有堕落的种子, 而为催化。 那个人就是卡斯兰娜, 这里仅有的三位非凡者之一。 刚才那次不成功的轻松被化解的骚动, 目的其实是放松众人的警惕, 等到关键时刻, 再让卡斯兰娜情绪失控。 欲望使徒最大的目标, 依然是爱心格斯坦顿。 真狡猾呀, 克莱恩怕得打出响指, 却只是制造出一枚空气子弹, 射向卡斯兰娜的空气子弹。 与此同时, 他大声喊道, 小心! 爱心格也是经验丰富, 没管是什么情况, 直接就往前扑倒。 可卡斯兰娜却无视了子弹, 任由他击中的手臂, 任由雪花飞溅。 砰! 他连拳带人, 撞在了爱心格的后背。 咔嚓! 克莱恩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, 而双方接触的位置是脊椎。 PS, 早上起来码字, 结果刚打开网页查点东西, 无线网络连接就不见了, 就连设备管理器里的无线网卡也没有了, 而我家又没准备网线。 只好匆忙换成手机码字, 总算赶上了。 嗯, 还未修改, 有错别字请见了。 我系统是温时, 有朋友知道怎么解决吗? 今天两张已更完, 求推荐票月票。